最近的小米苏七的新闻是铺天盖地啊 很多米粉都说21万的苏七好值啊 但是你会发现当年卖的非常火的这个B级车呢 它已经退级到数万以内的价格区间了 所以这次呢我找来一台车 大家可能对于它的价格还是蛮吃惊的 这台车呢就是第11代的雅阁 我今天推荐的车型呢是197,800的 1.5T 超宝豪华型 它的指导价格是在197,800 那现在优惠呢是5万块钱 就是数万之内就可以搞定它 那简单来说一下这台车 因为这台车它是一个中期改款车型嘛 然后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正式上市的 相比较时代雅阁来说 我觉得是变得更加稍微运动化了一些 那整个世界的前脸呢 很多人都说它很像那种欧哥的设计 前脸是六边形的这种进气格山 然后风波状的前脸看起来比较运动化 因为我推荐这台车呢 它的这个轮胎不是那个米其林一零月的那个轮胎 那个轮胎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它是配备在这台车的中高配的车型上 然后整个看起来是非常修长的 因为毕竟它的长度还是挺长的 有4980毫米 线条没有那么多是笔直的腰线 但是人家还是有这六倍的 之前稳居B级车市场的一个销罐呢 那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亮点 除了它的配置啊好开之外 也就是它的储物空间一定要强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它真的是有一个掏空间 它的横向距离很大 真的是能够把什么家里面那种长的婴儿车啊 盖尔夫球杆啊什么东西都塞得进去 然后重点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后备箱 它是那种下沉式的后备箱 比较顺你那个行李箱比较高的 然后比较厚的就完全可以放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使用起来是可以的 第二排的座椅是可以放倒的 但是不能按照46比例放倒 然后放倒了之后呢不是那种纯平的 但是依然可以拓展一定的这个空间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三角警示牌是放在这个上面的 就有很多车子可能是放在这个盖板下面的 就你如果遇到一些紧性情况 你还要把后备箱里面的东西一个拿出来就很烦 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然后当然它不是电动后尾门 因为我之前开过就是Honda Simpson Honda Connect所有的这种车型 然后我会觉得其实还是挺实用的 它一点不比现在就很多新式的品牌 提出的那种驾驶辅助啊 让城市高速NV要差 当然了它没有那么智能 但是其实在实际的过程 能有什么车道保持车道便宜 其实都是有的 它整个内饰看起来就非常的实用风 这边空调出风烤 然后撥片式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真的很少会见到这种换能感了 这边有个旋钮 也是控制中间的 这边是放眼镜盒的地方 现在也有很多车 已经不把眼镜盒的设计放在上面了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前排整个的这种座椅的感受 它的座椅素姿很低 你看 你看 然后再往上 你看它的行程有多成啊 它能够满足很多人的这种驾乘的姿势 大家认为的燃油车 它其实无非是缺少了很多的包装 就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所谓的女王座驾 对不对 副驾驶的人可以在上面躺平休息了 这台车也可以啊 但是它就不懂什么是女王座驾 给它演示一下 我给大家放平 我感觉它比那些号称所谓女王座驾的人还要再平 然后呢 我觉得有很多实用性的点 你看它换单杆的前方 是有个这种比较大的储物格 对不对 它真的很喜欢设计那种下沉式的 这个真的是很好 比方说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即踩刹车 我这个手机绝对是不会冲出去的 然后上面是两个Type-C的接口 后面是一个中央扶手箱 扶手箱的深度呢 比较一般 可以放大概三包纸巾 然后里面有个12伏的转换电源 整个座椅还是比较宽大的 有一点它座椅长度不长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 就是现在很多车子 比较喜欢把自己的座椅 那个坐垫长度往前去伸 但是其实女生是特别不需要的 我觉得每次她把我垫起来之后 我的脚感觉就是踩刹车和踩油门 不是那么逮劲 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还是挺好 挺舒服的 你看像他们也没有介绍 什么自己的车子这个座椅 采用的是什么科技棉镇那的 对不对 完全无一包装 然后方向盘没什么好说的 非常的传统 然后握感其实是一般的 说实话 上面的那种材质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高级 但是你仔细会发现这台车 遍布周遭的全部都是软性的皮质包裹 我甚至觉得它现在比很多的车子 其实它的材质用的都是更扎实的 只是它看起来朴实乌化 接下来到后排去感受一下 因为毕竟贝极车的空气还是很重要的 我先先调节一个自己的驾驶位置 这个有点对我来说有点长 往前 好 走后排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后排 然后一进到后排之后我就想笑了 因为现在就是那种全景大天物特别多 然后会发现现在小的 听说坐在后排确实有一点点那种压抑的感觉 然后它后排的阅读灯的设计 也是特别的传统 就很复古 就让我想到 真的是我小时候的感觉一成不变 看到整个后排 第一个这台就是溜背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会仔细看到 非常明显这边有个凹度 它就是在操控间 它很神奇 它的设计间是往上翘的 然后头部空间对于我这个人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的 大概有一拳多一点点 然后腿部空间我是比较好的 大概有半个手臂 我觉得身材可有的男士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在哪是中间这个地方 它中间的凸显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就坐在中间的人的话 不会特别的舒服一些 然后它后排的座椅的设计 很舒服很软 中间的话偏硬一些 又到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它整个座椅这种皮质包裹 一直到边缘 这个也是跟造车间也是有关系的 而且它这边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后排三个头枕 但中间的头枕是不能够调节的 然后你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它就可以放杯架 然后这边放手机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比较好 就它这边有个可以通往后备箱 拿东西的渠道 然后把它打开直接 我拿东西 还比较方便 这个还挺好的 比较符合这种家庭去使用 然后后排有空调出风口 然后有两个Type-C的接口 然后从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 你看它这个安全带卡扣也是可以调节的 整个我觉得实用性是非常强的 然后这也是我推荐这台车子的原因 就是该有的配置都是有的 就看完了一圈11代的雅阁 我觉得感触还挺深的 就确实是一个非常经济适用 非常家庭使用的一台车型 就可能现在大家已经被铺天盖地的 新势力品牌 铺天盖地的电动车 给乱花献玉迷人眼了 就如果你真的是对于用电是有很大的焦虑 一箱买渠性价比很高 然后品牌然后质量都非常稳定 然后原油性性比较好 我觉得这台车确实是可以考虑一下 15万块钱还想要什么自行车呢 对不对 而且这台车整个的综合油耗也还是比较低的 工信部给出的是6.6升 如果说我想要再省油 你可以上它那个混动嘛 是2.0自然系续的那个 插电视混合动力的版本 它那个是上绿排的 但是我个人见这个已经足够可以了 相信价格还是挺香的 好了 下期还想要去看什么样的车 什么车的性价比刚高 不论区告诉我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